欢迎收听大案即时,我是吕鹏 今天是1月23号大年初二了 咱们这案子也来一个历史上的今天 在2014年1月23号 四川省内江市石子镇车县村 这眼瞅着快过年了,早上七点多 有一村民姓徐 这老徐拿着鱼竿准备去附近的小青溪河边去钓鱼去 刚走到河边,老徐突然眼睛可就放光 怎么着呀,这地上有张百元大钞 老徐一看,我今天运气这么好,这就捡钱了 老徐心里边高兴,赶紧弯腰就捡起来这钞票 果然是百元大钞,不是假的,是真的 可不对劲啊 这钞票上面怎么还有血呀 不过再一琢磨,有血怕什么呀 洗洗不就完了吗,能花出去就好 这老徐呢,就来到了河边 就打算呢,用水把这点血呢,洗干净了 大青草的捡着钱了啊 这还真应了那句过年时候总放的歌了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你看,这好事这不就来了吗 老徐呢,心情不错 一边洗着钱,一边还在那哼着歌呢 可就在这时候啊,不经意抬头就望向河面 这一眼可就把老徐给吓着了 哎呦,那是啥呀 怎么越看越像个人呢 老徐啊,就感觉自个儿这颗心脏啊 跟坐过山车似的,上蹿下跳的 再看看手里拿着的这带血的百元大钞 突然就觉得有点扎手了 这哪是好运到啊 这是一大清早出门这就撞了鞋了呀 随后呢,老徐也不敢要这钱了 赶紧把钞票原封不动的放回地面 又在那儿阿弥陀佛的念叨了好一阵呢 等他稍微缓过神来一点啊 赶紧就报了警了 内疆警方呢,赶到现场 把那具尸体就打捞上岸了 经过勘察,死者是一名年龄 在30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 身高差不多是1米58左右 死亡时间呢,大致是在1月23号凌晨 死者的死状啊,非常的凄惨 纵然是办了那么多案子的民警 看到之后这心里边也稍微的有点打哆嗦呀 经过法医鉴定,这个死者的头部被砍了五刀 面部被砍了九刀,颈部也就脖子上被砍了五刀 手部还有多处抵抗刀伤 看得出来,他是想用双手来躲避对方的砍杀 由于对方砍杀的力度非常的大 这个女人的左脸呢,是血肉模糊 完全看不出来本来面目了 看来,对方这是下了狠心 就要置他于死地,一点犹豫也没有啊 警方呢,立刻沿着河边进行寻找 在下游200米的位置,又找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这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带血的红色羽绒服 这羽绒服上啊,那血啊,都沾满了 这场面是触目惊心 女尸的身上呢,没有穿外衣 这件红色羽绒服应该就是他生前穿着的 在后期的痕迹鉴定之中,也得到证实了 衣服上的血迹属于死者,没有找到其他人的生物痕迹 咱之前不说了吗,老徐捡着的那百元大钞上面不也有血吗 经过鉴定也是属于死者的 除了这百元大钞之外 其实在这钞票旁边还有一个打火机呢 所以初步来看,现场遗留的物品还是挺多的 遗留的东西越多 按理说啊,那么破案的线索也就会越多 但是警方啊,并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线索 这儿呢,是农村,也没有天网系统覆盖 到底是谁做的案呢 这时候啊,成了未解之谜了 警方就想着啊,怎么呢 转换一下思路 别想着凶手是谁 先琢磨琢磨死者是谁吧 从死者的身份开始查起 可能会有突破 可这时候又犯难了,怎么呢 这死者的左脸被砍得太严重了 完全看不出来长什么模样 这就给他的身份带来巨大的难题 实在是没办法 警方呢,只能找来那照相影楼的 会PS技术的师傅 以这女尸的右脸为参照 对她的左脸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复 但说实话 这师傅平时人是给活人修照片的 人也没干过这事啊 当时啊,复原出来呢 也还是比较粗糙的,没有那么准确 随后二十多万份巡视通告 就被张贴在了内疆的各大人流密集的地方 可是,这通告发出去了 一点音讯也没有啊 当然了,警方呢 也在小清溪和周边的所有村子 进行了细致的摸牌走访 有没有失踪人口啊 有没有年龄相仿的女性 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呢 所有的可能性都被一一的梳理 但是,没有人认得死者是谁 这时候民警就想 难道他不是内疆本地人 那要不是内疆人 他的尸体为什么会被抛到这个村子的河流之中呢 这起案子呀 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查 但始终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呀 这时间呢 慢慢可就过去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几乎是每一年 内疆警方都会把小清溪和女尸案 重新的梳理一遍 重新的进行研判 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直到2018年 内疆警方得知 沈阳刑警学院拥有着最新的人像比对复原技术 于是赶紧带着相关资料就赶过去了 等了四年 死者的面容 这才完整的复原出来 这时候就等于有了最接近死者的照片了 内疆警方呢 随后在全国联网的失踪人口数据库里 进行了比对 这一比对啊 果真就有了结果 一名来自湖南怀化的失踪女人的照片和死者的复原像是高度的相似 这名女子呢 叫向春花 32岁 离异 生有两个孩子 家人呢 在四年之前就报了失踪案了 可是呢 一直没等到向春花的任何下落 据湖南老家向春花的父母回忆说啊 女儿呢 先是跟丈夫一起去浙江打工了 后来俩人闹矛盾 离了婚 向春花就一个人去广东和家里人啊 一起打工去了 四年之前呢 向春花突然不辞而别 从此之后 家里边就没有人再有他的消息了 这些年 父母亲人一直以为呢 他可能是被骗去做传销了 四年之后 谁都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女儿已经克死他乡的消息 最终经过DNA的比对 也证实 无名女尸正是失踪四年的湖南女子向春花 死者的身份终于是查清楚了 可是更多的疑问却涌现了出来 向春花的家人们说呀 他们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在四川 那么向春花为什么会千里迢迢的到四川 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 最终还命丧于此呢 根据现有证据推测 死者被陌生人杀害的可能性非常小 一般陌生人杀人 因为口角也好 因为钱财也好 不会下这样的死手 能够让向春花远赴四川的那个人一定是让向春花无比信任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警方决定啊 从向春花的情感方面 首先进行调查 在此期间有两个男人被列为了怀疑对象 怀疑对象之一就是向春花的前夫 这个人呢 跟向春花一样 也是湖南怀化人 早几年呢 染上了毒瘾 就喜欢赌博啊 由于孩子呢 患有疾病需要治疗 向春花就一度对丈夫特别的失望 俩人呢 就不断的争吵 从那时候就开始闹离婚 几年之前呢 为了挣钱给儿子看病 夫妻俩一起就到浙江打工 可是在打工期间呢 这向春花的丈夫呢 怀疑向春花跟一个叫王涛的公友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最终俩人还是离了婚了 那么他的前夫 有没有可能是因爱生恨 从而杀害前妻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向春花的丈夫啊 在前些年啊 怀疑自己的妻子向春花 跟公友王涛 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俩人呢 就离了婚了 警方就怀疑 会不会是这向春花的前夫 因爱生恨啊 因继生恨 最终杀害了向春花呢 这个推测呀 很快也被否定了 因为在大数据调查之中 警方没有发现 她丈夫到过四川的痕迹 没有去过 那么自然她也就没法在四川内疆杀人 咱们再来说 第二个怀疑对象 就是向春花的绯闻男友 王涛 这王涛啊 是贵州人 贵州跟四川 那挨得很近呢 那么王涛 有没有可能 把这向春花 带到四川内疆 并且杀害他呢 但是 最终分析来分析去 这个推测 也被否决了 因为王涛 也没有到过内疆的任何行踪轨迹 查来查去 这案子又回到起点了 那么 这个能让向春花 大老远赶过来的人 到底是谁呢 这时候啊 前往广东 调查向春花打工时候情况的小分队 就有了一些消息 据工友们说呀 向春花当时在工厂里边 特别喜欢打电话 而且呢 喜欢背着大伙拍视频 另外还有人说 向春花曾经买过一部高档手机 这部手机的价格 跟他打工的那薪水啊 那是完全不相符的 打电话 拍视频 新手机 所有的细节似乎都显示出来 向春花应该是在跟谁 在谈恋爱呢呀 这人 不可能是他的前夫 经过调查 也排除了工友王涛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有没有可能 通过调查向春花的通话记录 就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呢 这个猜测也得到了向春花前夫的认可 原来啊 案发之前不久 他的前夫呢 就给他打电话 目的呢 就是想跟他复婚 毕竟想着俩人还有俩孩子呢呀 可是向春花对前夫态度很冷淡 大多数情况就是不接电话 哪怕接了说话也不好听 最终呢 这向春花的前夫就了解到 向春花换了新手机了 换了新号码了 言谈举止之中 似乎是有了新的男朋友 警方啊 顺着这条线索 就调取了向春花新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 在案发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那么多的通话记录之中 果然出现了一个神秘号码 这个号码 一个月的时间 和死者向春花通话二十多次 最长的时间达到了一个小时 在追查这个号码的持有人吧 调出数据这么一看吧 内江警方这心理啊 就算是有了底了 为什么呢 这号码的机主叫夏洪泉 四十二岁 就是四川内江人 咱们之前不也提吗 一直困扰警方的问题就是 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内江 现在查出来这夏洪泉就是内江人 这会是巧合吗 同时调查夏洪泉显示 夏洪泉曾经有过犯罪记录 有过前科 因为抢劫罪坐了四年的牢 出狱之后呢 做过保安 在暗中走访的时候啊 警方呢 还从夏洪泉的亲戚那得知 2013年左右 夏洪泉还跟家里人说过 谈了一个女朋友 是湖南人 如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夏洪泉 抓捕工作 势在必行 此时的夏洪泉呢 正在四川成都一家高校的食堂 在那做杂工呢 由于他长得人高马大 特别结实 为了抓捕的时候 不要危及到路人的安全 警方决定啊 伺机而动 咱们呢 别那么冒冒失失的 正好这时候夏洪泉有事 回了内疆老家 警方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啊 在村子附近 把夏洪泉就抓获了 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 夏洪泉还显得很无辜呢 一开始啊 什么事也不承认 经过几天的心理攻坚战 他终于情绪上出现了波动了 这一天呢 夏洪泉提出来 想见见自己的母亲 警方知道 这是嫌疑人准备招供了 见到体弱多病的老母亲 夏洪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妈 我对不起你 那件事 是我做的 原来啊 几年前夏洪泉 也在浙江打工 跟向春花 还有向春花的丈夫 都在同一个场子 由于向春花在公游里边 算长得比较漂亮的 夏洪泉呢 对他印象就挺深刻 不过一开始啊 俩人也没有什么交集 那就是点头之交 当时正是向春花的丈夫 怀疑向春花和王涛有染的时候 正在跟他闹离婚呢 这天夏洪泉 看见向春花 一个人在角落里在那哭呢 就上去问他 关心关心 怎么回事啊 向春花呢 心思相对来说 还是挺单纯的 正好找人倾诉呗 把自己和丈夫的矛盾冲突 心里边的委屈 一股脑全说出来了 也就从那时候起 俩人的关系 从普通朋友 变得更加亲密了 夏洪泉当时呢 正好结束了第二段婚姻 家里边还有孩子 自己啊 也非常想要再婚 我还得找个媳妇啊 眼前漂亮的向春花 符合夏洪泉 所有的择偶标准 于是呢 他怂恿着向春花 和丈夫离了婚 那么向春花 跟那王涛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人家俩人之间呢 那是清清白白 离婚之后的向春花 先去了广东 和父母待在一起 不过他跟夏洪泉呢 一直保持着亲密的电话联系 就谈起了异地恋 几个月之后啊 夏洪泉觉得事情 有点不对劲 连续好几天晚上十点多 他给向春花打电话 居然都是一个男的接的 有一回那男的居然说 他在洗澡呢 随后就挂上电话了 哎呦 这什么情况啊 夏洪泉觉得这事不对 就问向春花呗 向春花的解释是 说那个男的呀 喜欢他在追求他 但是他没同意 夏洪泉哪现在没同意 没同意 深清半夜的 俩人就就就睡一个屋里啊 啊 还还还 你洗澡的时候 他还接电话呢 那那不可能啊 给这夏洪泉气的呀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态 他是完全无法接受 这夏洪泉就认为 你一定是向春花 自己不检点 这样的女人 不能要 不能跟他结婚 夏洪泉就打定主意 要跟向春花分手 哪知道向春花 坚决不同意分手 还说了 我呀 要去四川 跟你好好谈一次 案发那天呢 是1月22号 向春花赶到内疆 当时夏洪泉心里边就想好了 这向春花要是不同意分手 我就砍死他 夏洪泉呢 是故意把死者约到了 那小河边上见面去 随身带了把菜刀 这向春花哪知道 这就是一条死亡的不归路啊 还乐乐呵呵性冲冲的 还去了呢 但是俩人到了河边的门一聊 确实是聊崩了 夏洪泉想分手 向春花就是不分 因为这个事争吵不休的时候 向春花又说了这么几句 彻底激怒了夏洪泉 你要是分手 我就马上去告诉你们全家 我告诉你父母 你还得赔偿我十万损失费 要不然 我找我老公来收拾你 当然这老公说的是 前夫 夏洪泉说呀 正是这些话 把他激得丧失了理智 于是拿起菜刀 狠狠的向向春花 砍了过去 身高一米八的夏洪泉 人高马大 每一刀都是使尽了 吃奶的劲 这让向春花 那么一个娇小的女人 怎么承受啊 怎么抵挡啊 很快 向春花就没有了动静了 而他的半张脸也被砍得血肉模糊 本来是想着把这向春花沉入水底 但是啊 当时穿着羽绒服 服力太大 怎么都沉不下去 夏洪泉呢 又脱掉了向春花的羽绒服 用塑料袋装好了 又扔在了草丛里 当时已经是深经半夜了 没人发现河边正在发生的这血腥的一幕 而向春花从外地赶过来 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 就这样的阴差阳错 就导致向春花被抛尸盒面之后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 直到四年时间过去 在刑侦技术又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之后 这个案子这才能够最终的得以撑破 这起案子呀 也算是这么多年啊 所有的大案要案里面 非常出名的一桩情杀案件了 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 不就分手那点事吗 至于一定要带着菜刀附会 非要砍死对方吗 那么夏洪泉到底为什么会做到这一步 夏洪泉供述的这些作案过程之中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 使他没有说出来的 他的内心是不是还有着怎样的秘密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了